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累赌口婆 因为鼓励都好像在后台没拿到 不过这边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搜索一下吧 这个还是挺好喝的 上次我喝了一下 扛个主要是 对 在世界赛的时候我喝了一下 那这边还要提醒一下大家 2019新红之月系列皮肤已经上线 全新加入西威尔派克亚托克斯 召唤师们可以前往官网以及客户端掌萌查看购买 还有制针建模可以兑换西威尔的那个我买的一下 就是我他出的那天我上午就直接买了 感觉怎么样 他的那个盾其实有点就是怎么说呢 他的那个盾看得不特别清楚 这可能是一个优势 因为他整个人是红色 然后他盾也泛红 就跟崔斯特的弟弟世界一样 那个牌是看不到的 对 那这边的话还有周边商城 飞龙在天 蒙森卫夷 以及扇摩斯联名的一个保温杯 等春节限定的周边现已开手 如果注意感兴趣的话 可以前往英雄联盟的周边商城进行选购 还有英雄联盟宇宙 扫免二维码 即可扫码观看英雄的一个背景故事 他们拥有更多的 他们拥有感知能力的法师能力 塞拉斯 他是一个被 因为德马西亚他是不喜欢魔法的 所以他是囚禁了塞拉斯 这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 在德马西亚这边第一个黑化的人吧 对 如何一步一步成为德马西亚 雄都黑暗人面的一个 黑暗面的代表人 那也就是说他还有小弟 也就是说未来很有可能再出一些 这个德马西亚黑暗面的英雄 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有小弟 像德莱文其实也有很多小弟 那种什么这种 然后包括德莱文 对好像是卡西奥佩 他爹的养子是男高 然后还有很多这种复杂的东西 那这边的话 还有一个换联赛的小游戏 比达西亚大家可以通过掌握摩友圈 去玩板块 参与换联赛的一个活动 赢奖励 当教练挑阵容 以上你也行 马上到了BO3的决胜局了 这场RNG选蓝色方 不知道这场的 就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挺奇怪的 老跟店选边 我选蓝色方 输了 RNG选边 选蓝色方 开始也输了 不知道这场的DP 能够把自己的DP 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对 就其实对于两边的选手来说 发现他们的个人能力都挺强 因为红色方一般来说 对于选手个人能力强的 这个队伍会有些优势 而对于蓝色方来说的话 对于体系能力强的队伍 会比较有优势 而且刚才两边中单 其实发挥都挺好的 同时打野选手 两边都还发挥蛮不错的 因为我们注意一下 这是卡兹克的第二场胜利 是的 真的不容易 今天在节奏上是领先康迪的 但是康迪同样的在很多的 包括保护 还有包括团战端上 也做得是相当漂亮 大家可要注意一下 第一周出场八次赛 一场没赢过 我甚至都觉得 我觉得看一下 卡兹克要不要选择在第三把 把康迪的造性给抢了 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真的我发现 康迪拿到造性之后 他整个人变了 那呢 搬掉 就如果拿掉造性的话 我就搬掉卡米尔之类的引用 卡米尔和一些其他英雄 那很有可能 康迪要么拿盲森 要么拿卡兹克 这可能是比较有机会出场的英雄 但是这几个英雄也是 盲森现在胜率 我觉得好像也不高 我看一下 盲森的胜率是出场八次 上周只有37.5%的胜率 那卡兹克就更不用说了 卡兹克刚刚才赢 现在联赛的第二场 对 就是卡兹克左右局势的能力 实在是太弱了 因为这个毕竟是个刺客英雄 然后再加上现在 什么加里奥 恶加特种东西 大行其道 你作为一个刺客英雄 你想去刺杀 二人机回到了场内 这一把我很好奇 这一把对于我们的小家 WIG选手来说 他的选择这一把又会是什么 上一把的德莱文 已经是打出了他自己的风采了 而且还有包括说 即将生日的小虎 今天的状态不可谓不好 然后在另一边来说的话 Yuki 就平野林上把是真没办法 你玩一个奶妈 你敢在对面这种人脸上作演的 对 我觉得平野林就是 他有的时候真的不太珍惜自己 不太在意自己的死红 对面是一个索一 再加上一个卡子克 随便一套下来都可以秒奶妈的 但奶妈必须得去作演 因为只有他有眼识 对 所以其实他拿出奶妈来的时候 我是觉得有点不符合 他自己的那个风格 不过Yuki上是真的厉害 如果没有 他其实装备不是特别好的 对的 他跟小虎装备差不多 但他打出来的效果是 就非常高的 如果没有他的妖姬 在中期做了那么多拨事情 感觉在下路推的那一波 就游戏没了 Yuki的状态 可以说两边中单都火热吧 甚至是双C 从打野位到双C 两边的选手状态 对比上一个BO3 各自上一个BO3 都是非常非常的进步 两支队伍 相较于上一场 被0比2的BO3来说 这一场 他们各一场 我们看到他们状态 都是有可专可点的 对 老跟爹其实 他的前期依然会处于一定的劣势 因为可能RNG在这边打得更熟练一些 但是他在中期的一个找机会能力 无论说Yuki找机会能力 亭也凌找机会去带人抢龙 当然不是说上把呆吗 是塔姆 然后再加上他们ADC选手Krama 他的找输出能力是太厉害了 对的 Krama绝对是他们整个阵容里面 可能最值得托付后期的一个 现在一共打了4场比赛 他每场的发挥都非常的好 对的 Casman 就是 我不懂 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但是很耳熟 说实际上很耳熟 他说的是谁 在镜头给到康地 难道说康地吗 康先生上来把他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 只是打到中后期的时候 就内波被睡 17被睡就没办法了 很精彩 反正很精彩 两边就是刀口铁铁铁的感觉 而且我其实 在刚休息的时候 我想来一下你说的那个问题 他直接往 他直接往那个 他刚才的那个位置 魔影机中 是有人可以把他挡 他如果过墙的话 是很有可能直接被飞机乱入 一套拉死的 对 就是飞机乱入的问题 所以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被睡的那一刹那 他应激反应就是一个 我拉开绝对距离 但是他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赛人一脚就上来了 而且厄加特的位置其实挺尴尬的 厄加特那个位置好像不太能够帮他挡 是没办法 来吧第三局 决生局了 这边的话 RNG是选择搬掉了刀梅阿卡利和塔姆 另一边的话 老格尼是搬掉了蛇女洛 现在是还有剑魔 有剑魔还在的 剑魔 但塔姆这一手搬已经意味着什么呢 RNG想在皮野林身上找空子了 好感觉 第三手怎么说 奶妈一般是很难前三手拿出来的 是的 哦 剑魔给搬了 嗯 那这样的话 厄加特 厄加特可以试着拿一下 蓝色方一场厄加特 现在的强度是很高的 就除非说你在几方的上单选手 或者中单选手上 有几手可以打他的绝活 比如说贾克斯 比如说剑姬 之类这种东西 青蛮眼儿 这边是放出来了 哎呦 这有可能 原本塔姆的这个班位 就是卡米尔的班位 加里奥 加里奥 很有可能这两个要一起拿了 对 看看Yuki怎么说 Yuki是要放弃自己 之前两把的一个 C位英雄的一个地位 还是说这一把要打一个体系 其实现在是这样的 他如果拿卡米尔 他拿加里奥 C位再拿个卡杀 其实中期会非常好打 对 他在考虑 考虑 赛恩 感觉到了上一把 AJ这个车给到的压力 这一把先把赛恩保下来 那RNG这边来说的话 牛头是一个不错的可选生 在小米这边有一手节奏能力 跟不错的前排能力 加里奥 无仙 无仙加牛头 又回到了BO3的第一局 虎视眈眈 这过分了 其实我想了一下 他之所以 这边是选了EZ 他之所以放加里奥出来 他可以放给老干点 因为他中单可以选一个左E 当然因为第一轮没有选 他现在是可以加半掉的 对 他就是说觉得对线能打 然后对线能打的情况下 你个体系放给你我也不虚 所以 但是我觉得第二轮的一个扮人 我觉得加里奥还是要扮的 就你没没理由嘛对吧 没有理由真的在第二轮第二阶段 还放老干点这么强势的一个体系 选人错位了 现在的话 老干点这边是没有选 我RNG这边他是没有选择中单户的上单 而且在打野位上 Kata这边还是一个问号 邀机 邀机的 Yuki的邀机还是上一把打出了价值的 那看起来老干爹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中单恶加车 因为他搬掉是黑鬼 没办法 恶加车的这个摇摆价值在这里 你老干爹第二轮班人就是会犹豫 而且RNG因为他搬了腰机 他看起来有点像选左一的 两手 逼你按一下 再投资一下吧 我在想啊 Yuki会不会自己拿左一啊 也有可能 我真的觉得Yuki 本身Yuki自己也是个左一好手 而且他拿左一的话 这一把的双Poke其实拿来挺好的 哎呦 真的都是不怕被拉黑的粉丝的 哎 哎 行吧 左一给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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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你拿家里奥吧 你快拿 因为老干爹是先抢的 哎 你快拿家里奥 拿不拿老干爹怎么说 但我们得注意 老干爹现在拿家里奥 这个卢仙很有可能就中单 我觉得甚至他可能拿个维恩来打 对 哎 这边拿家里奥 有可能是中单的路线或中单的维恩 同时给大家说一下 老干爹另一个中单 Yan 他一直在练中单维恩 今天我来之前 我看的OP.77上面他还在练维恩 但是换了 这一手奥恩应该是辅助 对 这是辅助为奥恩 对应该是辅助为 因为之前奥恩辅助还挺火的 尤其在LCK吧 LCK被开发的比较多 他们是看中了这个 因为奥恩现在W没护盾了 上单对线强度削弱了很多 但是他的被动他现在是可以免费升级装备 是吧 那我就把它放到辅助上去吧 好 这边是小谷锁了一个家里奥 你不选我选 哇 卡萨 哎呀 炎雀好久不见了 这个在LCK之前还有出场 他怎拿过 那是LPL 应该目前来说是LPL的第一局 炎雀这个英雄 现在确实慢慢退出了主流 他在这边要难刀吗 哇 Yuki的亚索这一把是可以的 因为有三个GP的存在 但是整个阵容里面 可能会缺乏一定的AP输出 杰斯 结果坏了杰斯 这也是在中国压加料的一个好手 对的 加料其实就怕这种中国的ADC应用 杰斯勉强也可以成为这样一个英雄 是的 这一把在整体阵容上面来说的话 老干爹是有两个比较厚实的前排 而RNG这边来说的话 有一个强力的中野节奏吐合 RNG的上中野在前期的对抗性上面来说 如果一旦战局主动 他们的一个强度会非常非常高 同样 这一把其实如果真的要打的话 就拼前期 一般来说的话 这种阵容是不会碰到这种什么后期 这一桶阵容真的就是可能20分钟左右 20多分钟分胜负了 就不是说那是什么后期翻盘的 对的 但是我有点担心 就是奥恩这个点 因为为什么呢 之前有一把格里芬也是用的奥恩辅助 然后再后采访 他们ADC选手Viper说 奥恩辅助弄得我感觉下路在一打二 其实是这样 本来奥恩这个英雄 他开发出来就是上台 最开始选出来的时候 我的辅助就跟我打下路那个兄弟 他选了一把这个 然后给我打自闭了 真的没什么用 而且再加上现在他的护盾又被宣没了 那这个英雄更容易阵亡了 这是最要命的 而且他的控制能力事实上是有所下降 因为他现在的R技能 是只对第一个英雄 有1.5秒以上的击飞 后续全是0.5秒 那这个对于其实亚索来说有点头疼 除非对面站一起 不然他可能大到很多人 对的 不过还好有个赛恩 赛恩其实也可以是去做下这样的一个 就是做下这样的击飞 而且我说实在话 就是他下路奥恩一旦被老牛 老牛二连到的话 他是很有可能会死的 他缺乏逃生手段 他就一个系列双锋 而且前腰还挺大 双方正终选定就绪 C位的话 这把双方的ADC又是回到了第一把 DZ对上卢歇安 但是没有了塔姆 而另一边 这边RG依然是老牛 应该下路对线这么大 那不管怎么说吧 还是看中野 这一把依然是中野为王 小虎的加里奥 跟KASA的炎鹊对阵 Yuki的杰斯 就加上跟康迪的青蛙影 进入比赛 蓝色帮RNG 红色帮老干爹 BO3的决胜局 这时候出发了 阿姨 阿姨 加油 阿姨 加油 阿姨 加油 阿姨 澳各では 加油 澳各自 加油 全军出镜 其实老干爹的呼声应该是在奥票 就各个场地都有的 因为每次就这边加完油 然后那边加完油 然后那边加完油 或者说喊老干爹 得反这叫 这才是真粉丝 这边的话是带了一个 这边的奥文是带了一个余震 然后整体代法看起来 都是比较偏进攻性 但老实说我觉得 他可能带守护者会好一些 其实卡米尔现在也有一种带法 卡米尔现在带余震还挺厉害的 就是你一到人打一套无敌 但问题你一不到人就麻瓜了 这里又是一个一集团套路 这老干爹一样化葫芦 但问题是他发现 他们一技好像没那么强 又要来 就你一集跟卢西安跟颜鹊打 是不是 他在拖延时间他让一阶先上线 那康迪惨了 当然了 其实卡萨这边也没什么好 都不好过 其实都不好过 行吧 那这样的话 两边打野有可能回到上一把那种 就可能 六分钟才三级那种状况 老干爹这个阵容有一个好处在于 他如果中单拿到优势 他转线推塔特别快 他中期会特别厉害 他中期可以推很多的塔 杰斯这个英雄配合EZ 他中期的转线 再包括赛恩顶在一个前排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且主要是你这样先推线推塔 你在入侵野区有卡密尔的情况下 会非常容易找到机会 对 这就是老干爹打开优势的话 像这种AD特别多的阵容 其实就是有推塔上的一个利好 RNG这边的话 他们的中野带起节奏来的一个 这个难度可能会相对要更小一些 毕竟都是有全图支援流大招的 那老干爹这个开法是准备开下半野区 另一边的话 卡塔是来到了上半区 选择开红 双方是幻野区 在这种情况下 老干爹是选择保住了自己下路压线 而在另一边RNG是保住了上路压线 这其实也算是老干爹做的一个抉择吧 他觉得下路是需要打出优势的 所以这边是帮Krama以及拼远连线压线 爆破复苏之风过度生长 但这边好像康蒂去的时候 红阿菲已经被打完了 这样一来康蒂的开也有一点伤 浪费了时间啊 这一波的话 他们是 其实这应该料想得到 就是 喀萨走肯定会放眼 所以你去偷他的红buff 这一定是80%是会被喀萨知道的 这边康蒂扫了一圈 忽然看到连圈 闪现 这一波其实是有一定必要的 因为毕竟被踢到的情况下 喀萨其实自己的血量会 可能到最后还是得交上 而且血量会很糟 这里是闪现躲掉的一技能 这个康蒂前期做事的心啊 真的是非常的重 再来一次 哇 喀萨这一波如果被遗到的话 有点危险 嗯 如果 加利奥刚才是把线推了一下 直接往野去走 这边也没办法 二连 领起来 打一套 哇给点燃了 这边敲钟 没有A到Krama 这里没有A到Krama 打一刀 哎呦 交了一个治疗 Wing这个滑步卡在了自己射程的最远端 直接逼出了这边的一个治疗 Yuki这边是锤的后排兵 骗了小虎的一个杜朗后盾 康蒂在旁边想找机会 但是我们被演员给扎现了 然后现在Kaza来到下半去了 Kaza想做事 三级的延阙 想做事 没有双张的比野铃 闪现二连 这边小明先顶塔 然后Wing拿到了一选 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奥恩辅助就是太尴尬了 确实在线上能做的事情不多 虽然他补装备 是现在非常大的一个加强 但问题就是你辅助的等级就是比较低的 是的 因为现在的奥恩必须到13级以后才能打装备 而说实在话等到辅助来到13级 黄花菜都量了一半了 确实你AD弱势的情况下 奥恩配一个弱势AD是真的很难受的 显现 EZ线的强势一般都是建立在佩塔姆的情况下 而且再加上老牛跟炎雀 这个已经是火了好几个版本的组合了 好 KN上校的一个强度对比 哇 这把6比4 也是一个很大 不过我好像到现在为止 没有看过KN上校给到64开以上的阵容 最大也就60对40 确实因为这还是要选手自己去打的嘛 虽然阵容好 但是也要看选手自己发挥 这场如果老干爹还想要节奏 一定要把中路给打开 如果中路打不开节奏 中期没有太多的一个转线推塔的能力 这其实对于老干爹来说很伤 但就是这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加里奥不跟你杰斯换血 一旦他的Q技能等级起来 小虎的推荐是杰斯比不上的 他先Q一下 对 他先把后排兵给Q了 然后再过一会儿的话 再把前排兵给Q了 然后他带着小兵驱制器 对的 而且杰斯还不敢就是轻易的换锤行台上来敲你 因为这里虽然说带了一个进化吧 但是不想白白被逼一个进化 因为这边小虎有很多的E技能 再配合一上自己的正义充拳 所以现在杰斯就挺头疼的 如果说加里奥一星只有支友推线的话 Yuki也不知道该怎么压他 压不住 不过其实有一说意 Less正平选手我倒是没想到 他玩厄加瑟 压塞恩又压厄加瑟 我跟你说还真是 土刀上有点 这边正义充拳过来 拉一个动脑护盾 是有进化的 进化不交 这边Yuki想的是反杀闪现过来 但是踩到了这位萨石阵 是等了以康迪过来 接上了Kata的伤害是收掉了这个人头 这波我还想说正义充拳 没有命中的情况下 其实有进化 这波应该没有危险 但没有想到Yuki是闪现上脸 我觉得他应该是第一时间等了一下 就第一时间Kata在旁边等了一下 于是发现 旁边好像没什么威胁 他没交进化 心理博弈啊 等他再交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必要解了 因为已经嘲讽快解开了 不过这么一打 老人家其实有点难受的 因为他这么一打 中路和下路各阵亡一次 这两条线都烈势的情况下 上路也不会太好抓 对 看一下这波 这波 等了一下 出来 这个时候嘲讽到了 对 嘲讽到了 他没解 然后他是闪现躲的 你知道吧 因为主要是他进化 没第一时间出手 然后等到沿途的指示器出来的时候 他再进化已经没有用了 他干脆就闪现躲了 这波打下来 Yuki这个进化 省了一下 而且他逃的那个位置 其实我们看到 他是想说打野会合造成反杀的 对 他二根没想逃 但是他闪现的那个位置在撒石阵上 然后苍虫之灭触发了撒石阵 导致他自己的血量还掉了一斤 上路两边对拼即使补刀 没有落太多 开始本来是Live脚领先的 但这边等地起来之后 AJ也是补了回来 这俩人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 基本保持在70多刀左右 现在还是中野 我发现康蒂就是 他真的太想抓人了 他太想做事 导致他现在四级 阎屈已经六级了 他刀数上虽然不差 但是等级真的差得太多了 我觉得他可以到六时候找波 几乎一闪来一波 好像看一下哪路好抓 其实主要是因为什么 没有特别好抓的 好像就只能抓阎屈他 而且对于青钢瘾来说 他真的就是 他打石甲虫太慢了 而前期升级最重要的野区 就是石甲虫 而且卡米尔一般在比赛里面来说 就不像打路人那样 你打1300多 你回家出给提亚马特 出来就随便刷野 路在比赛里面 你肯定要是要做打野装的 现在卡萨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第二轮了 还是这也能刷野 卡萨都是挺舒服的 101的一个战戟 而且这一把的刷刀也是非常多 不过之前对原区的虚弱 还是对这个英雄在野区的能力上 虚了不少 虽然补刀确实没康里多 但他毕竟经验还是多了 小明武速鞋出来 现在牛头很多都是第一件武速鞋 然后出来做点视野中期做事的 嗯 不过这其实也得注意 因为第一把 可能也是因为小明的游走 导致了Wink下路路先过的不是特别好过 现在两边又是只有ATC在下路自搞完 然后Krima小鸭一点刀 不过这三个补完的话 可以翻屏 差不多 点个赞 很有镜头感 这里想找机会 要杀杰斯杰在这里没有闪现 有个电话 哇小鸭二连接顶一下炎头突回来 人头上小明给拿下 再见 这一波三人抓 这个基本上必杀直觉 这就是上一波Yuki处理失当 导致的一个连锁反应 这样一来 其实中路就难受了 杰斯死两次 中期转线推塔没有节奏 那就很难再起作用 想康蒂有点头疼 康蒂前期太好做事 自己没到6 现在到6级有一闪 但是中路不好抓 中路现在有秒表 然后下路来说的话 给加利奥的支援 总的来说 中路还是看起来好抓一点点 对 没办法来反了 来了 炎雀封墙 直接顶住平眼灵 平眼灵这波有闪 那就被Q了起来 然后另一边的话 Krama早就已经交闪6了 而且卡萨是直接预判了闪现的位置 放了一个沿途 所以刚才就 没办法 平眼灵闪现也不交了 不过刚才这两波下来 人头上小明打的 如果给C位会更好一点 那小明打也可以 因为他前期游走自己打野装 应该是 自己的辅助装应该是没有做多少的一个层数 我觉得他能更硬一点 就这把他的对面没有厄加特 所以这把老牛 如果说能够厚实起来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前排 平眼灵真的 就奥恩 奥恩这个辅助 现在尴尬的地方 是逐渐被凸显了出来了 真的作用不太大 虽然EZ在下路可以一个打两 因为他看起来能力比较强 但是 这一直被压就很难受 但是这11分钟3000的经济 有点夸张 主要是 中路三层肚层 下路两层 上路的话好像是没吃的 然后再加上人头 上路塔皮没吃 而且马上第一条龙是火龙 这个火龙团对于RNG来说优势非常大 不过同样的 就是Krama这边的装备也还不错 兵权已经是有了 出库作战能力还是出来了 看LICE这波是怎么上线 他如果开车上线 他说明他开车上线了 他省TP准备打小龙团 应该是 但是问题是他TP下小龙团 没有大招的赛人 战斗力要打很大的折扣 上路再吃两层肚层 这个回家一次吃两层 AJR挺专 你看LICE的第一件就是冰心 稳 对很稳 这一把不需要他做太多的输出 也不需要他打优势 自己反正队友中期很厉害 事实上他线上其实打得不错 而且 杰斯 确实死了两次 但 自己补刀没落下 巴玉可以接受 不是说崩了 有点劣势 不算崩 而且人头没有给加利奥拿到 如果给加利奥拿到的话 现在杰斯就难受了 而且小虎很稳当的 在第一件先做了一个护臂 尝试的蒙一下 蒙着 RNG其实还要 就还要注意 这个阵容打团不是稳赢吧 老干爹是有机会赢的 对RNG这个其实是个节奏阵容 它不是一个纯团战阵容 这个来了 哎呀 又找到片林 片林回头开个大招 这个位置看一下 撞 哎呦撞到 刚好是撞在沿途的位置上 直接被秒了 这边下来 赛恩是不是没有大招 但是壳面 后面Yuki一炮 是被正面的一个小虎给挡住了 而且 但是 Kaza旁边是已经被赛恩给收掉 而 旁边赛恩也被远处了 MazingJ给拉掉 这边 A线有个绕后的位置 直接一能过来 上空两个有Q技能 哇 这一波是直接打了一个小团灭出来 而且 下路的伊雪塔 是应该是可以顺势拿下 那 老干爹前期已经算崩了 本来说 本来说 前期还有一定机会 杰斯的一代的前期 有一定作战能力 而且赛恩很肉 但没办法 刚才那个位置 而且 Lyce的那个位置 刚好是已经 就前面杀完人 小虎已经可以回来 输到后排了 而且 正面进来 其实 皮眼灵这个大招 还是发挥了余热的 但问题是在于 后面的这个输出 输出点完全没有办法去跟上 回头这个大招 OK 减速到三个人 转头一蹬 被突回来了 对了 他刚好撞到了这个岩突上面 而且小虎刚好到这个位置 对 然后正面Yuki这个炮 他瞄着Kaza打的 但事实上 最后是被小明跟小虎在前面挡住 然后 Krama必须得交一个E技能下来 然后配合赛恩的一个Q 收掉了Kaza 这个爆炸股是有点尴尬 AJ刚好没下来 不过刚好也成为了一个绕后的机会 这里小虎闪见潮风两个 看一下 这里又来了 这里没有双招啊 Yuki又阵亡了 现在已经崩掉了 Yuki跟皮眼灵阵法在比惨呢 天哪 仅仅14分钟 RG打出了一个10比1的人头 老干爹这把的前期崩的有点太彻底了 主要老干爹这个阵容 选的有点各自为战的意味 虽然说他中期转线能就很低 但是杰四一崩 他中期转线的发动机就没了 你一定要在优势的对线情况下 你才有转线的机会 而现在这个状况是中下两路外塔被拆 然后火龙杰顺势拿下 10比1的人头比 在14分钟左右 7000的经济差距 虽然说这把打下来 就第一把的时候老干爹可以翻 在那个时候其实 EZ很赔 这把EZ没有那么赔 对的 这把老干爹几个中期 都是中期点位 前期Yuki已经0-4了 平也0-3了 有点惨 最后一局老干爹没有熬住 其实挺可惜的 这前期崩的有点彻底 现在不是说没有翻的机会 但是中期他很难扛住 他本来一个中期发力的阵容 现在中期已经有点小崩了 所以就很难 我们现在要找一找老干爹的翻盘点 很难 有点难 得要带赏金的人 现在RNG中下三个人带赏金 近夜俱备康尼开了 收拨赏金给EZ吃 才有机会拖一下 而且仅仅是拖一下 就老干爹现在需要装RNG的失误吧 只能是这样的 平也0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这一波他就没有闪的 小明跑得很快 虎素贤 小虎过来 这一波RNG有一种想要包上塔的意味吗 因为中下塔都是已经高破的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来逼上塔 而且应该是推兵线 打下午先锋 但其实有点难 因为盐缺的抢曼是在CD的 所以这一波先打下午先锋吧 Crama一个大招也看到 但现在老干爹是不敢出来跟RNG去抢野外的资源的 上波团战打完太伤了 上波团战如果不 就那波伤的没有那么多 老干爹现在依然是有机会打一打 但是我们看RNG这边的装备 中单已经快两年套了 这边余给才套一剑多一点点 这一波Crama是在的 但是想杀AJ是不是有点难 有一点难 要下来逼一下塔 但是上塔就没了 RNG反而是因为那一波 把老干爹前期的一个强势给过度词绝了 现在直接招下午先锋 这部要被打断了 诶 招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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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零的这个羊跑得不够快 这个羊 喜羊羊冲撞稍微有那么一点慢 直接可以撞到二塔 由于是和全场的等级有关 现在大家的等级都比较高 所以这个二塔撞的比较低 直接撞到三分之二的选 不再护一头了 只有这样子 而且除了人头之外 老干爹掉塔也掉太多了 这中期想要翻太难太难 17分钟 而且9千 而且他这些英雄里面 只有EC算是一个翻盘英雄 但EC又不肥 EC的装备应该是要领先 EC严格意义上 甚至都不能算翻盘英雄 就只能说指望着 他能够找到绝佳的输出位置 然后提供这个持续的输出能力 现在杰斯打团是真的很尴尬 因为他不好进场单 他破壳又没伤害 对他破壳 打谁啊 打卢先生上可能有一点伤害 掉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左右 其实吧 现在对于老干爹来说 要找这个炎雀的麻烦 现在只能找炎雀 找不到其他的点位 其他点位 要么就身体素质绝佳 要么就有人保护 炎雀有保镖 炎雀一般都是旁边有个老牛 还有如果说下路带完线 小五去中路的话 他找炎雀也不太好找 炎雀最难找的一点是什么 主要是他现在有个快秒表 你一时间找他 他不会 然后他会等增弹下来 在秒表上 老干爹有点头疼了 结果怎么说 康迪在下半步 打老牛 老牛身上有一点护甲 一个小明星 小明星也去做了很多的视野 要围绕下半区来做事情 而且KASA这个位置 是随时想要找机会封墙的 但看右边的话 其中五个闪现都在 这边五个闪现都在的情况下 哎哟哟就合并过来 这二连二连到了 Yuki Yuki又被戎了 又被戎了 Wink已经KILL IN SPRING 然后随便闪现过来 杜老虎可嘲讽 找到KREMA KREMA这波感觉也没得活 KREMA被没进去跟上 收掉人头 直接跃高地塔 妈 这一波团战啊 RNG直接是跃着两座塔 在进行作战 LICE转头 但是看到正面的高地塔 也已经大势已去 再飞回来交出闪现 这样一波打下来的话 RNG几乎已经确立了全场的盛势 太快了 这一波是直接把中路的二台 一直推到了高地 我们BP的时候有说说这两个阵容 必然20分钟左右会见胜负 就没有拖什么后期翻盘的 对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还没有到20分钟 其实现在 1万1了 老干爹是很难很难再继续下去的 19分钟1万1 这波再看一眼 杰斯很尴尬 二连起来没有办法 直接接收出没了 这个阁墙甚至连闪现都没有用 小米就直接二连到了Yuki Yuki什么都没交就直接阵亡 然后Krama也被小虎精准的找到 然后AmazingJ闪现过来给QA 一级加上一个的点燃 千里追袭 然后再一个金身 我刚才没注意到 最好杀的Kasa就是 但是他有金身 对这个金身直接躲开了LICE的冲撞 Kai双小他来了 点化甲双小给的9成以上的胜率 这几次其实我们看到 在拿到了一血之后 这边的胜率就慢慢看好RNG 然后再往后面 其实无论说是拿塔还是拿水晶 胜率升的都不是特别多 就是在那个一血之后 慢慢把自己的局势给扳回 RNG这边慢慢找到自己的优势 对真的老干爹这个阵容有点 个凭本事的意味 没有太多的体系 反倒是在各个单点上 会被对方的这种combo找到机会 而且首先能力不强 压野区了 邝开始挖了个大招 看一下龙坑附近 RNG不想再在龙坑附近犯失误 现在是直接选择来正面 BG 输出现在不是一个量级 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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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了 奥恩这英雄真是太难受了 打辅助 真心疼 这个真的太难受了 大家打ADC的选手 可以去让自己辅助 玩一下 塞恩 玩一下奥恩然后就懂了 怎么 现在是封墙 然后直接TP上高地 Light在正面开了个大 还好 这个不可阻挡的效果是 隔掉了二连 这边小米血量下来有点残 如果有一仅能还好 走开了沿途正面的话 康底上来一仅能 踢的是AJ 自己有一个精神赶紧慢一下 他醒来 只是感觉就已经命不保 但是隔壁的话看一下 Light已经是 配合着Yuki 收掉了老牛的人童 但是正面剩下的死人 在没有大招的加持之下 已经有点不好作战 赶紧回水泉补水 应该是准备 把野区清一下 然后再来打一下大笼子 现在老干爹在21分钟被破了两路 而且主要是这几个英雄现在都没啥舒服了 对 我看到开始开到一个加斯根本打不动 又是这个位置 找到了 但是又没了 又是相同的位置 皮烟林 在这个位置已经跌倒了两次了 我扫了一套秒了 有什么好说的 这也不是他的问题 因为他如果不坐眼 待会大龙就没了 但是没人陪他呀 但说实话陪了也没用 陪了可能多搭一个 可能多搭的那一个三能够扛得久一点 其他都是白搭 主要是老干爹这边也不存在保护 这五个英雄其实不能接受烈士 RNG这个好像就已经明白了 打大龙 第一把出失误了 现在就干脆不打了 别打大龙了 这个时候打大龙 其实是给到对方去给你博一手的机会 因为卡米尔的位移距离还比较长的 对的 而且可能没有算好康D一个闪现时间 这也是比较稳的一种做法吧 毕竟有一个 石蔓在 现在卡萨可以通过自己的封墙 但是现在封墙自己的墙还没好 对 但是手还有点短 RNG第一局会选择去Rush大龙 也是因为自己的阵容不好摸他 但逐渐的也是慢慢摸了上来 这是老干爹的最后一路高地 直接开了他撞在了场上 RNG 这个导航有点问题 二连W的LICE Q闪两人 再加金雄登场 直接融化对方的中野两人 再加LICE 前面的上中野三兄弟已经倒了 Krama也被背了回来 赶紧交一个闪现 但是严锤已经追查到了雪圈门口 Krama也倒 平野林一个人孤苦淋漓地在雪圈里面 没有办法 那这边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恭喜RNG 获得这春季赛的第一场胜利 这也是年轻的最后一场比赛 希望他能够把状态调整好 迎接年后的比赛 是的 而在另一边也要同时把掌声做给老干爹 虽然是输掉了比赛 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状态的一个回升 前两把比赛 我觉得打的真的非常非常有韧性 但是没办法 确实打到第三把的时候 这口气已经松掉 二级找的就会是非常的好的 在BG上吧 可能做的还是有点过于理想化的 但是这个B用3他们的进步 我们大家也是看在眼里 最终还是要恭喜RNG 提醒一下各战队的辅助 对手 地藏着 奥文尽量不要拿 你的地藏着是跟Miko讲的吗 那把确实拿的没什么用 因为配个吸血鬼 配其他的还好 配那个人真没用 其实有这些花板子可以开发 可以拿没有问题 但就是需要在这不断的挫折吧 实验之中要去找到总结很多的东西 那这边是恭喜RNG让一转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年前的最后一场 也算是一下过个好年了 然后也算是小虎的一份生日礼物吧 小虎生日快乐 在另一边 老干爹也是希望他们能够 把自己调整到更好的一种状态 回到主场去面对RW的DT 毕竟年前还有两把比赛 老干爹也不要灰心 而且回到自己的杭州主场 毕竟以一代劳 好 今天起码是每个人都有发挥出来 对 见灵第一把带人去抢龙 然后Krama几把的carry 中单的话 与其第二把妖极攻防滥杀 对 以及这边康妮第一把抢龙 再包括LIF第二把的一个压制 中期的一个压境 其实打得非常不错 就是说第三把没出这种戏 小虎也笑了一下 第28号生日 这也是对于他来说 非常好的一个生日礼物 终于笑了 还有Wink 我们也要把掌声给到这名小将 第一把喷有点太早了 看完第二把 第三把 应该大家还是对于这个小将的实力光不尽看 那这场卡梅尔 康迪有点难受 因为他开始一直在反蹲 想做事情做不到 回去刷完野 他刷完野的时候 中路加里奥已经杀了自己的中单两次了 然后中单做不到事情的情况下 他很难再去踢人 是 但康迪想要做事的这个极限的心情 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但对位的喷萨 我不能不说 可能喷萨现在是目前整个RNG里面 发挥的作为稳定的一个点 也是前期基本上RNG的中流抵触 而且这一把 他在前期直接做事 配合老牛以及卢仙 在塔下击杀掉了奥恩 就是在那一波之后 其实RNG才蛮蛮起势的 我们看到就那个 KASHA他给十字胜利 就只有一血的胜利 他忽然标了20%多 对 其他就是拿塔什么之类 他几乎就已经觉得 那对比赛没有什么太多影响 因为他们的野斧 在最后一把 可以把自己的组合的威力 已经发挥到最大化了 然后再加上的确 老干爹的阵容里面 你想要去只能打节奏对攻 我没有给你拖的资本 或者拉扯的资本 建议各大战友队 封印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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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立桑朱 这两个英雄 确实在辅助端上面有点难受 立桑朱其实还好 只是说要配一定的ADC 奥恩是真的有点难受 的确 但是也没办法 因为其实最后一把 回溯到BB上面来说 RNG在第三半就翻掉了塔姆 我觉得是给到了平野林 很大的压力的 而且虽然说是放了卡米尔出来 而且也选到了 但是这把 因为前期延区做事情做得太多 就延区前期把中路抓崩了 下路也抓崩了 导致康蒂只能抓上路 抓上路奥恩 抓上路一个厄加特 他是抓不死 而且我在想老干爹到最后 或许真的把家导选下来 可能日子会好过一些 虽然说你选家导 家导有日子不好过 因为家导很有可能 面对一个中单路线 但是至少就是 整个阵后里面 我们稍有一些体系可言 有combo可言嘛 就不会说大家各凭本事 各奔东西这种 对吧 然后到最后就是 就一旦烈士 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崩盘的局面 这把是真的崩的 可能是目前这个赛季里面 最快的一场 确实这一场 感觉就是在中路那几波 第一波的那个时候吧 应该是 约给没有及时交进化 然后他是想配合打野反杀 但是那一波打完之后 感觉自己整个队伍崩了 他那一波被摁死在中路 后面打野也来 就打野也来 辅助也来 来了几波 后面直接在塔下 二塔底下被强杀 这太难受了 对就其实杰斯真的 不算是一个特别好打 家导的英雄 他其实前面亮了几个英雄 我觉得都还可以适应 但杰斯绝对不是最优秀 甚至压索 我真的觉得可以的 真的可以压索的 然后也不得不说吧 就RNG最后一手左一 这个办得相当好 那这边的话提醒大家 炫酷神光地球剑 战马能量不掉牵 欢迎大家来到金星商城搜索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 已经叫GET LPL 同款的能量神器 用满满的能量 carry全场 那这边的话你觉得 MVP给哪一名选择 MVP的话 我觉得给KASA比较好一点 野斧吧 我觉得野斧挑一个给 但KASA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确实小明这把 小明其实这几把打得都还行 但是KASA这把水平伤害高 参团率也高 那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之后的 一个选手实力值 好 这边整体RNG的往前压进了一些 回推了 另一个选手 确实也是通过自己的操作 来吸引了观众的支持 那在另一边的话 KROMA是依然 这几场都打得挺精力的 哎 就没办法 实在是 有的时候吧 人力有势而急 他最后一把的EZA 发育程度也就那样 所以在一个大崩盘的局面下 他也做不到太多的事情 好 在另一边来说的话 上单方面 AJ的势力值也是慢慢变高了 这边是小虎鸣以及Yuki 哎 还是这三位啊 还是这三位 同时 熊猫的雷虎大佬 是在每一个人下面都排到了第二 哎 这真大佬 真大佬 也感谢各位粉丝们 对于我们的一个支持 好 今日的粉丝贡献榜 是来自熊猫的雷虎大佬 排到了第一名 接下来是好好效能 以及这边的英黎 啊 英黎终于又冲回来了 嗯 还有第七名是国服最坑德马 哎 施马老贼 反正感谢所有的战队的粉丝们 对于战队的选手 还有战队本身的一个支持吧 这也是由你们的支持 然后战队们也才能 那么拼命地去打出一个好成绩来 那我们看一下 这场比赛之后的MVP 给到哪名选手 哎 这边给到了小明 欢迎是拿到一个 2-1-16的一个战绩 16个助攻 参团率有90% 这一场的话 其实各点开花 有90% 所以探团率是非常不容易的 7%的伤害战比 是一般 一般辅助是不给伤害战比 那倒是 那13个控制守卫啊 哇 这个还是挺多的 因为没打多少时间 哎 那这把啊 每一次他回家的时候 都是带了很多控制守卫出来 哎 而且真的就是 最为简单粗暴的老牛 加上延续的这套combo 今天打得就非常给力 对吧 然后加上小小明在下路 其实从第一 bo1的 就bo3的第一把 可能下路那个 二连消险有点仓促 但是后面 他的这个老牛的开端实际 选的越来越大 其实平野林他不撞大招 他是吃不到这个眼兔的 他撞大招一下 刚好吃到眼兔了 但其实他得撞 他不撞的话 这波没办法打 这波对于整个老干爹来说 就真的 你想留人你都留不到 虽然我们从结果论上来说 这波确实已经没法打了 但是他如果不撞的话 确实是不太好 对的 然后AJ没下来 但是刚好可以有一个绕后的实际 闪现的双风观耳 直接逛到两个人 然后这一冲拳 再拉一个嘲讽 这一把啊 Krama也是真的挺惨的 老牛在旁边 这是有一个 老牛中路这一波二连 就直接打开了一个 越二塔的攻势 他是直接二连的 因为这是一个极限距离 就是你靠墙 然后牛头也靠墙 他就可以顶到你 这个Yuki也是不小心 隔岸没有一个视野 导致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 像对于 因为其实Yuki也算是个二年生 不算是今年的新人 但是他的个人操作 一直都在老干爹 这支战队里面 算是比较排名前列的 他进步很快 从去年春季赛 一直到进步 进步到现在 其实他已经成为一个 非常优秀的中单了 而且他也能够独当一面 carry队伍 哇 然后这一波小明 顶赖死 Q闪两人 瞬间 加了大招 还下来之前 其实这边 Casa已经打了很多伤害 这个已经是 应该说是最近 这五局比赛里面 RNG目前来说 打得最好的一盘了 对吧 当然因为他赢得比较快 其他的局的话 就上一局 其实赢得也不算是 特别的轻松 中期有失误 而且Yuki发挥也非常好 有来有回 有来有回 那这边的话 也是希望双方 能够把状态调整好 迎接接下来比赛吧 RNG是年后 那这边的老根基 还是有年前两场比赛 面对RW 以及这边的一个TOP 也是希望他能把今天的状态 调整好 那这边状态 这边的话采访你准备就绪 我们把镜头交给主持人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VV 不好意思 这个麦克风有点问题 好 那来到我身边的呢 就是我们的上演组合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AmazingJay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RNGDai Kasa 好 欢迎二位 其实今天是拿到了首胜嘛 而且呢 我相信粉丝朋友们 很期待 恭喜RNG这句话 已经期待已久了 所以想问一下 Kasa 有什么话 对我们粉丝说吗 没有 就依照惯例嘛 我们每个赛季初 都会过得迭迭壮壮的 所以 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担心 然后 我们年后会调整好的状态 去打好每场的比赛 好 也是给我们粉丝吃了一颗定心丸 那下一个问题问到AJ好了 因为第一把你拿出了船长 而且你们两个人配合 用下鼓前锋撞了三头 当时想过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收益吗 其实是完全有想过的 主要是我们的Kasa打得好吧 他是中途把那个人拦截了 然后就把他杀了 所以可以拿到很多的优势 两个人互相吹起来了 那下一个问题要问到Kasa 第三盘拿到的是炎雀 那炎雀在这个版本呢 其实不常出现 你怎么看待当时 你自己会想要说 选炎雀这个一个英雄呢 主要前两把AJ这大吼大叫 丢点吵 然后害得我有点上头 所以教练选了一个 我不用冲进去送头的英雄 也是多K的AJ 让我有炎雀这个好的匹克 好 其实也看到你们第三把 每个人打得都非常火热 而且每个人状态都非常好 通过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可以调整成这样的状态 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呢AJ 原因是勇哥吧 勇哥他的筛后那种 控制我们情绪的人力很好吧 所以就很快地调整回来 是啊 勇哥 好 那既然你提到了大胸教练的话 那我就要问一下了 因为在几年前采访 你说大胸教练离开队伍的时候 你非常舍不得 那今天呢你又回到了 又来到了这个RNG队伍 然后呢大胸教练又成为了你的教练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吗 就很感谢他吧 就帮助了我这么多 我的成长路上也有他 就精彩了很多 就谢谢他吧 还有我们一起拿好成绩吧 好 也是感谢大胸教练的 一直以来对于RNG的付出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要问KASA了 因为之前嘛这个Kramer 其实是你的队友来的 他之前在LMS赛区也打过比赛 那今天呢你对于Kramer这个对手 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主要因为上一把打输你嘛 然后面对了我两个前队友 所以就感觉这次如果再输一个前队友的话 有点过意不去 所以今天我觉得他也打得非常好吧 但我们今天也是很想一下这样比赛 好 因为之前君德在这个直播当中 也给你取了一个新的外号 叫做章鱼哥 你对于这个外号是比较喜欢 或者说你觉得章鱼哥这个外号 对你形容你比较贴切 你觉得会是这样的吗 反正沿着就是土拨鼠啦 就不用多说了 懒得这样了 好 那还有下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其实现场很多的粉丝 都拿到了小虎的这个生日应援 那AJ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 马上要过生日的小虎说呢 都祝他生日快乐吧 还有晚上的话 博士经常搞我 我看出RNG队内的这个氛围 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马上也是要过新年了 那么最后让KASA送给大家一些新春的祝福吧 新年快乐 大家过个好年 新年快乐 好 谢谢新年快乐 那么也是带着KASA这样的祝福 我们接下来就迎来到的是 金珠开门红LPL迎新春的附带活动 本场的惊喜好礼是盲森和小鱼人手办 以及英雄联盟2019 星红之月皮肤随机一款 那我们马上要抽取到的两位幸运观众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将我们的抽奖箱拿上来 好 邀请Asia